爱美丽中国看远方的家 我们远方的家百山百川行事组 现在来到的是位于云南省临仓市的 双江 拉护族 瓦族 布朗族 歹族 自治县 那现在我所在的这里比较特别 这个位置可以清晰地看到双江这个地方 它命名的原因 在我左后方这条江是小黑江 而右手边的这条是蓝沧江 在这里小黑江汇入蓝沧江 形成了一个类似字母崴的形状 继续向南奔走 这里的蓝沧江和我印象中的不太一样 因为以前的基本都是激流险滩波涛汹涌 而这里的则显得比较的平静和壮美 不知道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和之前我们所探访的那一些 会有什么样的不同 在我左手边的这个就是邦马山 邦马山是林沧的两大山系之一 而我们来到林沧的行程 就将从邦马山开始 林沧因濒临蓝沧江而得名 它的两大山系邦马山和老别山 都属于横断山 怒山山脉 向南部延伸的枝脉 我们远方的家百山百川形设置组 这一次将行走的邦马山 位于林沧双江县和耿马县的交界处 它由北至南 落结于林沧南部的小黑江 小黑江是双江县与兰沧县的分界县 两岸自古以来 就是布朗族 瓦族 拉护族居住的区域 位于小黑江北岸的邦柄乡 更是布朗族人的千年故乡 设置组行走邦马山的第一站 就是前往双江渡口西北方向的邦柄乡 邦柄乡距离双江渡口86公里 很多路段以前十分狭窄 只能步行 县里组织沿途居民走山脱路 终于在2012年 让汽车也能开进了邦柄乡 山壁上 现在还看得见开路留下的清晰凿痕 经过两个小时的车程 设置组来到了邦柄乡南邪村 我们设置组一行 驱车在盘山公路上 绕了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左右的山路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邦柄乡的南邪村 站在我身边这位呢就是邦柄乡文化站的小黄 你好 你好 那今天呢他是我们的向导 因为啊今天小黄要带着我们去找寻一样 比较传统和古老的手艺叫做牛赌贝 现在汇这个牛赌贝的人还多吗 已经不多了 在这个赌贝里面现在就只有五个老年人会了 哦 因为是只有老年人才能会这个手艺了 那你能带我去看看这个牛赌贝究竟是一样什么东西吗 哦 行行 走吧 牛赌贝是布朗族独有的传统之品 据说现在这一门技艺在别的地方已经失传 只有双江邦柄一带的布朗族还保存着 称为双江一绝 摄制族所在的邦柄乡南邪村坐落在邦马山南部 仙人山脚下的一个山坡上 村民们主要以种植水稻 玉米和茶叶为生 村子周围延绵地取山减缓了现代文明的进入 却也将布朗族千百年前的传统文化保留了下来 随着向导黄角路往村子的坡上走 移除人家的院子里 几位老人正聚在一起做牛赌贝 你们好 奶奶 你们好 这穿的都是布朗族的服装是吗 正在织着 能给我看一下哪个是这个牛赌贝啊 这个就是牛赌贝 其实就是贝子嘛 牛赌贝 就是一个贝 把那个明续织在贝子里面 然后这明续它形式牛赌 所以就叫做牛赌贝 就是这个就是我反的那个线 就叫牛赌贝 就来打这个 这个上面这些是棉花是吗 这是棉花 这也是棉的 都是棉的 可以改夏天 夏天就用这个一颗了 这个就有点像我们可以取代我们的什么蚕丝贝啊 空毛贝啊 毛毯之类的 牛赌贝 做工细致而繁杂 在正式纺织之前 有压棉花 搓棉条 煮棉线 拉棉线等九道工序 而这些工序中最难的要数将弹好的棉花 放成做牛赌的棉条了 这个有什么难度吗 就是拉的这么大 这么粗 这么有些 你看拉了以后必须要先等 太细了 太细了 你看它就这种 对对对 这个拉起来要粗细相同才行 蓬松的棉花 通过仿车转动的牵引力 卷成用来做牛赌的棉条 一边转动仿车 一边轻拉棉条的动作 看似简单 但要做到粗细均匀 棉条不断 没有长久的经验是很难的 转发 我转一下 我转一下你就会转 半个垫子 半个垫子 给你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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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轻轻的 轻轻的转 轻轻的转一下 轻轻的转 轻轻的拉 轻轻的转 轻轻的拉 哦 你看 这样慢慢的 它这动作就一定要慢 而且它要保证 一个相同的平衡 相同的频率 粗细的要差不多 哎呀完了 我这一会儿 我手都在抖 我这两只手都在抖 今年六十四岁的魏小三老人 耐心地给记者指导 他说 很多年轻人来学 织牛肚背 就是学不会 这道工艺 他要用手腕来控制 在那边的时候 要拉这边 然后翻过来的时候 手腕就要 大拇指就 哦 然后就要拉这边 就这样 就拉过去 拉过来 拉过去 拉过来 除了做牛肚的棉条 用来织背部的棉线 也非常有讲究 那为什么要煮这个线呢 如果是不煮 它就不牢了 哦 这个线不牢啊 一拉就断了 哦 这个线好像摸上去 手感很柔软 这个呢 这个就煮过了 去煮过以后 你紧紧拉 它都不会断 让我感觉是什么呢 这就像是 含有很多水分的 然后就放手上 很柔软的 然后这个就像是 干干的那个树条一样的 用玉米和高亮水 煮过的棉线 晒干后非常牢固 用来做筋线 织布时绷得再紧 也不会断 没煮过的棉线 则用来做尾线 以保证布的柔软性 美男您是把这个 牛肚穿到被子中间去 是吧 是的 哦 我来看一下 这道工序 应该是比较考技术的吧 我觉得 是吧 让它速度比较快 它是 可以 这个 这个 您跟我说 他必须放线出去 就每三颗线 绕一次 对 每三根下去一下 绕上来一次 哦 可是您这个手法好熟练啊 就是 这个我看奶奶的左手就是 稍微搓一下 知道是三根线了 哦 知道 是吧 你看 用这个了 你看这个 你看就看得清清楚楚的 你看 但是我看 你们看着眼睛弄画了 在我们看来 很是肺炎的细致活 山里的老人们做了几十年 眼神却比我们还要好 他们说 牛肚背的制作与其他纺织品类似 不同之处 就是要从经线下方将棉条绕到细木条上 绕完一排牛肚后 用平支的方法 以尾线固定抽掉细木条 牛肚便织进了棉布中 现在绘这个的不多了是吗 是的 会做这个很少的 现在年轻人也很少 年轻人 就外出打工 然后学的 我们这些老的就学这个 就做 我们要到外面打工 我们老了 人家不要 我们打工了 我们就在家就做这个 就做这个 现在这辈子你们卖吗 做好之后 出售吗 做好了以后又有人来卖 有人来问你们买 一条成品牛肚背 有一米五乘一米八 和一米八乘两米两种规格 价格也在八百到一千元不等 奶奶 现在你除了做这个牛肚背之外 还做些什么吗 还在家为煮烧饭给他们吃 您在这儿是几个人在这儿生活 孩子在这儿吗 老二在家里 一共有四个的 四个还有两个出去打工了 出去打工的 去哪儿了 到浙江 去浙江了 跑得还挺远 那你去过那边吗 去过 去过 那怎么没待在那边呢 那些地方我们不习惯 怎么不习惯呢 热的时候太热了 冷的时候太冷了 气候不习惯 还是觉得这儿好 还是觉得家乡好 待了多久回来了 待了一年 待了一年 卫小三 卫小三 有两个儿子在浙江 已经安家 他跟留在家境的二儿子 和小儿子住在一起 家里种了十几亩茶叶 浓闲时 他就在家 织牛肚背 我说你要学做 他就不会做这个 他就会拉这个 我说给他 你要做要学 以后我老了 我不能做了 你要去接班 大山的走隔 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渴望走出去 而留在山里的人们 依然努力地延续着 族族辈辈传下来的 各种授意 小小的牛肚背 其实也是布朗族 乡土文化的一部分 走进萌萌坝子 感受农田里的收获 与喜悦 一说到今天土豆的价格 都在想 你知道今天土豆价格 肯定已经出好了 体会土豆中 蕴藏的商业学问 因为去年价钱比较低 去年价钱 那你还敢做 肯定会有点买 远方的家 百集系列节目 百山百川行 多彩邦马山 正在播出 离开邦炳乡南险村 沿着邦马山系中的 四百山游南往北 设置组下一站的目的地 是邦马山中的一处平坝 萌萌坝子 车行在深山中 不时能看到一株株杜鹃 展现着他们艳丽的身姿 杜鹃花 用名映山虎 它主要集中于云南西藏 和四川三省区的 横断山脉一带 三月正是杜鹃花开的季节 快到萌萌坝子时 公路两旁则是一排排三角梅 在迎送着往来的车辆 一路相伴着我们来到萌萌坝子 我们远方的家百山百川行设置组啊 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叫做蒙蒙坝子 那蒙蒙坝子呢 是双江县城的所在地 随着这条公路呢 我们往远处望去 能够看到大片大片的农田 再远一点呢 就有很多这个高楼 还有很多小房子 那边呢 应该就是双江县城了 而且在我的左手边 能看到很多株这个芒果树 从我这个角度望去 这些芒果树真的很大 那司机师傅呢 告诉我们 他们啊 都有上百年的树林了 这一切呢 都告诉我啊 双江是一个非常富饶的地方 而且双江啊 还有着全国最长的一个县名 因为它叫做双江拉护族 瓦族布朗族 歹族自治县 听这个名字也能看得出 这是一个多名不惠居的一个地方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走进双江县城 一块去感受一下 这里人们的生活 蒙蒙坝子面积为90平方公里 坝区平均海拔 一千零五十米 邦马山直满 四排山和马鞍山 像两个守卫一样 分别处理于坝子的东面和西面 北回归县横川坝子 这里的年平均启温 达到了20摄氏度 南蒙河由南至北流过坝子 也滋养着这片土地 走进蒙蒙坝子 道路两旁大片的农田 看上去五彩斑斓 在北方还春寒料鞘的三月 南方的这片坝子里 人们已经开始忙着收获田里的果实 你们好 你好 你好 正在装土豆是吗 是的 你们是住在这个附近吗 是的 在什么位置 在那村子上面 就住在那边 是吗 那个村叫什么名字 叫盲孝 盲孝村 你们都是哪个民族的 我们是歹族 是歹族的是吧 那这个土豆地是谁的呀 是 他家的 我们都是来帮忙的 来帮忙的 对 他家挖 是谁家的 这位大姐的是吗 你们是来帮忙挖这个土豆的 互相帮忙 互相帮忙 那这个都是今天你们刚挖的呀 对 因为是反季节土豆 惊奇效益高 盲孝村的大族村民们 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有土豆 等附近地区的经销商过来收购时 仍以换供的形式 互相帮忙 一起收土豆 我想问一下 像这样的这个土豆的话 您这样挖的话 一般来说 这一条田梗上 大概能挖出多少土豆 两百公斤左右吧 一条田梗上有两百公斤左右 那如果说一亩地呢 能产多少 一亩地产个三四吨 一亩地能产三四吨土豆啊 是 这位年轻的歹族村民 名叫刀立华 他告诉我们 这些土豆是去年刚引进的新品种 隶属六号 优点是土豆的个儿大 经常一个就能有一公斤 因而产量也特别高 我看您这一产的下去啊 土里能结好多土豆 是吗 能让我试试吗 能 那 你从这里挖下去 得从这个 这个里面 这个位置 要挖深一点 哦 要挖深一点 哎呦 你看 我又这个 一产的下去 就有这个五个出来了 刀立华告诉我们 今年土豆的价钱好 每公斤能卖三块钱 村里种土豆的人都挣钱了 您在这种了多少亩啊 这个土豆 在这里种了五十亩左右 五十亩左右 那产量也很不错了 是吧 那像你们这儿 是不是家家户户都会种这个土豆呢 是的 都要种 那平均一般来说 一家大概有多少亩这个土豆地 下来一家有个四亩到五亩 一家就四五亩 那您怎么这么多呢 有五十亩 租别人的地种了 哦 你是问这儿的村民租了他们的地 来种这个土豆 是的 哦 这么看好土豆这个前景啊 因为去年价钱比较低嘛 去年价钱比较低嘛 去年价钱比较低 那你还敢种 肯定会有点反弹嘛 哦 这很有商业头脑啊 去年价钱比较低 然后这个想着可能种的人少了 是吧 所以说就种了这么多五十亩 那明年怎么办呢 明年您还种吗 明年不种 明年又不种了 哦 为什么呢 明年种蔬菜啊 明年 明年种蔬菜了 为什么不种土豆了呢 因为价钱今年太高了嘛 哦 今年高了 就是可能明年很多人就觉得 哎呀 种土豆赚钱 都来种土豆了是吧 那您还是很有商业头脑的 像今天这个土豆大概 你五十亩地能收大概多少钱的土豆 你这成本可能二十来万吧 二十多 收土豆啊 除了成本就是净利润 有二十多万 那这个收入还满意吗 还可以 还可以了 刀利华今年三十一岁 家里有七亩地 他说 村里的一些村民出去打工了 他们都很乐意把地租给他 而等土豆收完了 这基地就会种上水稻或其他农作物 便又是一笔收入 但不是每年种的东西都能挣到钱 所以他也格外关注市场的行情 挖完土豆 刀利华热情地邀请设置组 去他家做客 他家的两层小楼是七年前盖的 他有个四岁的儿子 父母和妹妹也都住在这里 设置组来之后呢 小刀哥一家人都非常热情 这都是您的这个家人亲戚朋友 是吧 都在给我们准备这个丰盛的中餐 你看 都在忙着呢 这是什么呀 这个 牛沙培 牛族 在柏族村站 要是谁家来了客人 附近的亲戚朋友都会过来帮忙 在亲戚们的忙活下 不一会儿 一桌丰盛的歹家菜就做好了 像这一桌菜 是不是就比较偏歹家风味的 是吧 这个 酸鱼 哦 因为你们爱吃酸辣类的东西 是吧 这是酸鱼 哦 这个呢 这是什么 一种树叶 酸的树叶 哦 酸的树叶 酸的树叶 哦 哦 哦 是挺酸的啊 没有 就有点像我们 吃的那个酸菜一样的 是吧 歹族菜的特点是酸辣开胃 清淡少油 除了双江 本地品种繁多的菜蔬郡类 不少昆虫也都能入菜 这个 我要 稍微尝一下 我从来没有尝过这个 这个 松毛虫 就是你说这个在松树上 而且 拿这个松毛虫也挺特别 刚刚 刚刚跟我说是只有八月份才有 是吧 只有夏季八月份才有 而且它是要爬到这个松树上去剪这个松枝 把松枝剪下来之后才有那个 哎呦 我一般连残永都不吃的 这个和残永好像啊 嗯 嗯 什么味啊 哈哈 对啊 如果你不去想这个东西就没问题 就很香 嗯 外面外皮炸得脆脆的 然后里面全是蛋白质啊 嗯 挺好吃的 哈哈 这种每年只有八月份才有的松毛虫 是村里人最喜爱的美食之一 他们常常抓了松毛虫放在冰箱里储存起来 只有在招待过一刻和节日时才拿出来吃 一般我去到很多地方啊 像您这样的年轻人 可能很多都是不会在这儿了 就出去打工去了 是吧 那你为什么不会出去打工 还是在这儿工作呢 在家里面 现在赚钱的方式也很多 也就是说 出去打工并不一定是唯一的方式了 嗯 自己种 专家还是有点 现在还是有点收入 哦 跟打工比起来呢 更自由 比打工 更加自由 哦 对 对 你说的就对 因为 即便出去打工 也要是朝九晚五这样工作 除非自己种老板 哈哈 你现在就是这个人家子嘛 对吧 芒校村有90多户人家 除了少数人出去打工 村里人都根据市场行情 种一些土豆 干这类的经济作物 现在家家户户都盖起了充满歹族风景的小楼 吃个午饭 刀里华带我们来到他大伯家 上午挖的土豆就是他家地里的 爱旺 爱旺他们的装车就拉出去 去装 放碗 哦 放碗再把这个拉出去 就是先放进这 放碗 去装车走 哦 又拉了苍蝇 哦 明白明白 他们今天该自提 他们收收拆 爱旺他们的装车就走 放碗装走 就是出去卖了 是吧 村里的土豆由附近现实的经销商专门过来收购 因此不愁销路 收入好了 冯光斌家也在去年花了20万元盖起了新房 这个房子也是您家的吗 十年十年 这个啊 这个是老房子 这个是新盖的 哦 你这老房子是什么时候盖的 88年 88年 哦 那这个房子是去年刚盖的 这两房子一对比 就能看得出现在这个生活的变化了 现在像您这样的话 一年收购大概有多少 十来万 十来万 种了几亩 种了二十亩 二十亩 就是二十亩土豆 嗯 今年都是好的 看你们那个 一收到今年土豆的价格 都在笑 知道今年土豆的价格 肯定不错了 对 这车 这车人就可以拿到三轻左右 村里人的笑容 满意着收获的喜悦 使邦马山下宽阔的平坝 给了他们播种希望的卧土 而邦马山 也因为坝子里这一块块农田 有了别样的山中风景 看千年古茶树 有想不到的艰险 这种法你撞上来 喝给他注意 谁过来 品布朗族特色茶 有说不出的甜蜜 路口低口感觉是甘甜 非常甘甜 远方的家 百集系列节目 百商百川行 多彩邦马山 正在播出 经过萌萌霸子 设置组行走邦马山的下一站 是要探访 猛酷千年野生 古茶树群落 他位于蒙蒙霸子西北部的 蒙库大雪山上 蒙库大雪山 在邦马山北部 它海拔三千二百三十三米 是邦马山系中 海拔最高的一座山 设置组需要车行 一个半小时到山下 再骑马上山 因此天还没亮就出发了 一路迎着朝霞 穿过猛酷霸子 在行驶了四十多公里后 来到了猛酷大雪山下 山下的海拔 为一千五百九十八米 从这里开始 设置组便进入深山之中 其实现在呢 在这个位置啊 就已经能够看得到 周边的这个山坡上 全都是茶树了 那这段呢 路不太好走 我看前面有几个人 正在不知道修什么东西 咱们过去问问 你好师傅 你们好 你们好 你们这个是在修什么呀 这个 水 修 这叫什么 水管 水管 这个是修水管是吗 你们从这个水 从哪引下来的呀 大雪山 大雪山 猛酷大雪山引下来的水 这个是以前就修好的 结果断了 断了 那什么原因就断了呢 是车瘦子吗 是车库 车库 把这个是水管压断了吗 就断水了 就断水了 就没水用了 这过程就靠这块水了 这块水不开 就调就调两三公斤 李金发是来自 山下大户赛村的村民 他和村里人一样 靠中茶叶和水稻为生 农闲时 还会在村里或镇上 做一些像修水管这样的林工 等李金发和同伴修好了水管 设置组继续前行 在几段狭窄的山路上 行进了近一个小时 就不得不下车了 那现在呢 我们车行啊 就只能是到现在这个位置了 那接下来的一段路呢 我们要靠步行 那听当地人跟我们说呢 差不多啊 还有两个小时左右这个行程 我们才能够到达这个万物野生的这个茶树林 那当地的这个香岛呢 给我们准备好了一些这个骡子 你看我们这个同行 我们一个团队的 由于山路难行 附近村寨的村民 以罗马运输物资和想上山的游客 来回收费两百元左右 设置组请到了当地的护林员 魏明江为我们带路 开始进入原始森林 现在呢 这边的海拔是2291米 气温呢 是6摄氏度 现在我们所行走的这个地方啊 已经基本上就进入这片原始森林了 周边应该能够看得出啊 你看 四周围全是茂密的绿色的植被 那师傅 我们距离我们的目的地 是不是还有挺长一段路是吗 还有5公里左右 还有5公里左右 那我们如果这样走的话 差不多走多长时间 一个半左右 还要走一个半小时 哇 你看就5公里路 但是因为它是山路 而且不断地在上坡下坡上坡下坡 所以说即便是我们骑着罗子 也差不多还要走一个半小时 这个路跟我们在城市中所想的5公里 实在是有天壤之别的 茂密的原始森林遮天蔽日 山路齐居不平 有的山路边上就是悬崖 设置组成元气在罗马上面 看得胆战心惊 而罗马也走得相当吃力 所幸为我们带路的村民都非常有经验 他们知道我们下坡时身子要向后倾 脚要蹬直脚蹬 这样人就不会栽下去 而上坡时身子要前倾 重心前移 这样罗马上坡不会太累 您好师傅 您是什么民族 拉护族 拉护族的 您是生活在哪 我在大赛村 那平时是不是如果有游人到这来的话 你也会牵这个罗子带他们上去 是吧 如果要走的话是不是会比较辛苦一些 走的话就比较辛苦 可能要三个多小时 要三个多小时 前面现在我们的摄像大哥 严大哥他是像那个张国老一样的盗起这罗子在给我们这个拍摄 所以镜头可能会有点晃动 当然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猛库野生古茶树群落 主要分布在海拔2200米到2750米之间的原始四年中 面积约1.27万亩 这片有着千年以上树林的古茶树 在1997年才被发现 原来过去猛库大雪山不仅植被茂密 而且生长在山里的一层层竹林 像一道天然屏障 连野生动物都难以穿性 人们更是被挡在了竹林之外 直到1997年干旱 竹林逐渐枯死 周边的村民才发现这片古茶树群的存在 前行到海拔2500米左右 山路边就能看到一棵上千年的野生古茶树 这里面树这么多 怎么分辨这棵树就是古茶树呢 首先第一点 它的叶子成色绿色 而且特别的油 叶子 它的树干特别的光滑 它的手皮成青灰色 别说 您这一说我还真的感觉是这样 你看就上面这些绿叶 它明显比周边这些叶子要油亮一些 要鲜艳一些 感觉它这个是深绿色墨绿色 但旁边这个是浅绿色 是吧 而它这个树根 它没有什么更多的这个旁枝结叉之类的 很光滑 魏明江今年28岁 已经在蒙库大雪山当了四年护林员 他告诉我们 一棵茶树正常生长500年 才能长到与成年人一样的高度 但在这里 五六米高的茶树随处可见 在骑行了两个多小时后 后面的山路连罗马也走不了了 舍制组下马步行了15分钟 在海拔2700米的地方 终于看到了古茶树群落中最古老的一棵茶树 一号古茶树 那这个野生的古茶树和我们自己家里种植的这个茶叶 它的叶片会有区别吗 有 哦 你看 这是野生古茶树的 真面也光滑 油亮光滑 看你再看背面 也是油亮光滑的 那我们自己家里种的不是这个样子吗 不是有区别 人工栽培新的 经过驯化以后栽培新的这个古茶树的话 它背面是光滑的 但是背面它有一层熔熔的毛 有一层熔熔 哦 这个就是正反面都很光滑 这个就是这个古茶树掉落的茶叶 叶片 树有这么一个区别 我刚刚注意到它这个一个用词啊 就是说是驯化 因为一般来说我们说驯化都是指有生命的东西 但是呢 刚刚用了这个词 我觉得可能是指这边的茶树在你们心中都是有生命的 都是有生命的 有生命的 所以我们当地老百姓是非常的相当的群众 一号古茶树属于大业种茶树 已经是2700多岁的高岭 树高16.8米 被当地布朗族拉护族村民尊为茶神 据说古茶树的茶叶泡起来非常油香 但平时人们不仅不会随便摘它的茶叶 而且每年农历二月八都要来祭拜茶神 布朗族拉护族自古都有种茶的习惯 他们祭拜茶神的方式则各有不同 拉护族人以歌唱和镜像的方式祭拜 而布朗族人除了向古茶树跪拜祷告 还会在茶神树下 煮至雷响茶和煮筒蜂茶来祭拜茶神 虽然还没到农历二月八 但为了让远道而来的设置组拍摄到布朗族的风俗习惯 热情的布朗族人特意到这里来煮制了这两种茶 并请设置组品尝 为什么要烧这两种茶呢 因为我们布朗族就是要即食茶叶 就是以质量酥为主嘛 所以说来的二月也是这个烧这两种茶叶 这个茶叶的意思就是开春二月八 即食活动 春雷响以后春茶开始发了 就是这个雷响茶 好兆头 这个蜂蜜童茶主要是接待贵宾的 蒙库大雪山的茶树都为大叶茶 是制作普洱茶和丁红的上号原料 但当地布朗族拉护族村民都习惯喝 未经过经加工的原生态茶叶 你一下去的入口第一口感觉是干甜 非常干甜 但是呢随着这个再抿一抿 在嘴里再打个招之后呢 就能闻到就是能品到一些 这茶叶本身的这个 甘甜苦涩的味道 它这个为什么会是甜的 里面放的是红糖 红糖糖 有点红糖 哦 放了一些红糖 还有我的 好像有一个药材的味道 那就是扫把叶 扫把叶 这个在古代这些活动中 它代表了一些气血量 哦 品过了雷响茶 热情的布朗族人又端上了竹筒蜂蜜茶 哎 我觉得这个竹筒蜂蜜茶 好像口味上比起雷响茶来稍微淡一些 嗯 它没有那个雷响茶那么浓郁 是吧 这个雷响茶的口感很浓郁 它有一种这个药材和焦糊的味道 但这个就是很清淡 它一个是用新叶制作的 哦 新叶制作的 那个呢 它是用我们晒清茅茶制作的 哦 原来这个茶叶也不一样 哎 其实我觉得啊 现在我们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喝茶 因为为什么呢 茶代表着一种文化 代表着一种非常淡定 沉浸的这种精神 呃 但是呢 我觉得很多时候在品茶的时候 我们并不一定要去追寻一个非常好的环境 就像现在这样 我们在一个很原生态的环境里面 喝的呢 是对原生态制作茶叶的方法 同时呢 我们现在所感受的呢 也是最原生态最传统的文化 我觉得这个可能才是品茶的一种精髓啊 品过了茶 接下来 设置组准备去探访山下的大户塞村 据说那里家家户户都种有从古茶树循环而来的大夜茶 回城的路同样艰险 狭窄的山路上 随处伸出来的树枝 不时拦住我们的去路 挂着我们的帽子和衣服 让人防补胜防 设置组小心翼翼的行进 但记者彭组还是从马上掉了下来 由于是背部着地 记者的后背磨破了皮 脚也扭伤了 为了不耽误行程 在给记者做了简单的伤势处理和短暂休息之后 设置组继续前行 跟随李荣林 到达了大雪山东面山脚下的大户塞花椒树自然村 大户塞花椒树自然村 是一个拉户族人聚聚的村落 有58户人家 村里的房前屋侯和附近山坡上都种着茶叶 家家户户以茶叶为生 我觉得有40亩左右 40亩 都是种那个大户叶茶吗 还是其他品种也有 大树茶 大树茶 大业种茶 那现在您一家的话大概一年这个茶叶收成怎么样 一年收入万八块 一年收入万八块 以前怎么样 以前就是我们这些茶树 茶叶还没有认识 六七年来吧 我们这个大茶叶这个茶叶 我们这茶叶嘛就是 在蒙库大雪山上的千年古茶树被发现后 这里的茶叶越来越致命 价钱也提高了 附近的村民都因此增加了收入 是 大媳妇 大媳妇是吗 我刚刚看您就是一直带着这个碑楼 这碑楼里面是什么呀 就是一只碑楼 哦 这是一个很可爱的小朋友 那你们这儿这个孩子都是用这个炉框来背的吗 就是啊 一岁以前就是用这个背 哦 一岁以前 嗯 都是这样 哦 这跟我们就是这样抱着那个墙保 其实是一个性质的 但是它我们这些农村的农村的妇女 尤其是到采茶的时候 农忙的时候 哦 就没有时间装忙来领小孩 哦 要去收茬了 就是要在这边背小孩 这并非楼筐 还要去什么呀 哦 都是这样的 从另外一个侧面能看得出 就是你们到这个农忙的时候 采茶季的时候 你们是真的很忙 连打孩子都没有办法 必须全家每一个人都动员上去采茶 整个大湖采村人均有六亩茶地 总共有六千多亩 可想而知到了采茶时 是一片多么繁忙的景象 李荣林家也有一百多亩茶树 他带我们来到村里的茶园 进入茶园之后呢 我真的发现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茶树 和以前我看到的所有茶树都不太一样 因为以前我们看到的那个茶树 基本上都是差不多到我膝盖这么高吧 就那种小的茶树 但是现在像我们身后这样的 长得就跟一棵一棵 这个小树一样的茶树 我头一回见 我以为只有野生的才会那么大 但是这个你们自己宣扬过的茶树 它也有这么大 但是我们老祖旬经过几代人 多代人从上面引进了茶种 慢慢的新化 像这树的话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这树也有上千年了 已经上千年了 人工在培行的古茶树了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棵 它也有上千年时间了 只不过它是最初是由你们的祖先 从这个野生古茶树下面 虚化而来的 还在茶子下来虚化的 据现有资料记载 至少三百年前 拉户族人就已在大户塞种茶 这里的拉户族村寨 至今还保存有五六十亩 一百多年前种下的茶园 这些祖辈留下来的茶园 依然创造着财富 而居住在这里的人们 世代在猛酷大雪山的庇佑下 延续着他们的传统 让生活变得越来越好 其实呢在字典中 形容山的词语有很多 比方说威鹅 险峻 秀丽 雄魂等等 不过这些都是形容山外表的 它们是不会变化的 可是呢当我们真正走进山的内心 发现它的内心是火热的 是有生命力的 而这些会让山变得更加美丽 我的希望就要做这个 我以后我就想多多做这个 给它多有一点收入 我儿子在那个浙江 我也想看看 也很想他们 在新的一年里 我希望更多的人走进八饼乡 了解布朗文化 让我们的布朗文化 有更好的明天 让全世界的人都了解布朗人 这些人都了解布朗文化 也许多了解布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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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许多了解布朗文化 都uts 빼 天山雪烈 冒春初心安无觉 喜马拉雅能高望大人 草丧月静安五月三安山 环丽山和环丽船 风回落转无千年 山水与爱人流浅 爱你终发我加油 拉棉线等九道工序 而这些工序中最难的要数 将弹好的棉花放成做牛肚的棉条了 这个有什么难度吗 就是拉的这么大这么粗这么有些 你看拉了以后必须要先等 太细了 你看它就这种 对对对这个拉起来要粗细相同才行 蓬松的棉花通过仿车转动的牵引力 卷成用来做牛肚的棉条 一边转动房车 一边轻拉棉条的动作 看似简单 但要做到粗细均匀 棉条不断 没有长久的经验是很难的 我这一会儿手都已经 抓了 我揪一下 我揪一下你就会抓 半个蛋子 半个蛋子 给你回家 轻轻地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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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你看 这样慢慢的 它这个动作就一定要慢 而且它要保证 一个相同的平衡 相同的频率 粗细到差不多 哎呀完了 我这一会儿手都在抖 我这两只手都在抖 今年六十四岁的魏小子老人 耐心地给记者指导 一个半小时左右的山路 现在呢我们来到的是邦炳香的南邪村 站在我身边这里呢就是邦炳香文化站的小黄 你好 那今天呢他是我们的向导 因为呀今天小黄要带着我们去找寻一下 比较传统和古老的手艺叫做牛肚被 现在会这个牛肚被的人还多吗 哦已经不多了 在这个探索里面 现在就只有五个老年人会了 哦因为是只有老年人才能会这个手艺了 那你能带我去看看这个牛肚被究竟是一样什么东西吗 哦行行走吧 牛肚被是布朗族独有的传统之品 据说现在这一门技艺在别的地方已经失传 只有双江邦炳一带的布朗族还保存着 成为双江一绝 摄制族所在的邦炳香南血村 坐落在邦马山南部仙人山脚下的一个山坡上 村民们主要以种植水稻玉米和茶叶为生 村子周围延绵的曲山减缓了现代文明的进入 却也将布朗族千百年前的传统文化保留了下来 随着巷岛黄角路往村子的坡上走 移出人家的院子里几位老人正聚在一起做牛肚被 你们好奶奶 你们好 爱美丽中国看远方的家 我们远方的家百山百川行事组 现在来到的是位于云南舍临仓市的双江 拉护族瓦族布朗族歹族自治县 那现在我所在的这里呢比较特别 这个位置啊可以清晰的看到双江这个地方 它命名的原因 在我左后方这条江呢是小黑江 而右手边的这条呢是蓝仓江 在这里啊小黑江汇入蓝仓江 形成了一个类似字母崴的形状继续向南奔走 这里的蓝仓江和我印象中的不太一样 因为以前的呢基本都是激流险滩波涛汹涌 而这里的呢则显得比较的平静和壮美 不知道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和之前我们所探访的那一些 会有什么样的不同 在我左手边的呢这个就是邦马山 邦马山呢是林仓的两大山系之一 而我们来到林仓的行程就将从邦马山开始 你好你好 这穿的都是布朗族的服装是吗 哦 正在织的 正在织的 诶能给我看一下哪个是这个牛堵被啊 诶 哦 这个就是牛堵被 哦 哦 其实就是被子嘛 对吧 牛堵被 就是一个被 把那个明续织在被子里面 然后这明续它形似牛堵 所以就叫做牛堵 哦 就是 这个就是我反的那个线 哦 就叫牛堵被 哦 就来打这个 这个上面 这些是棉花是吗 这是棉花 这也是棉的 都是棉的 哦 这也是棉的 哦 就是用手工做出来的 这个 那您做这床被子要花多长时间啊 要花一个月吧 一个月了哦 一个月才能做出这床被子 你看我们这个那个手工太麻烦了 你看 我觉得但是现在我摸上去这个感觉触摸感啊 手按上去很舒服 軟软的 冬天也可以给夏天 夏天就用这个一颗了 啊 这个就有点像我们可以取代我们的什么蚕丝被啊 空袋被啊 毛毯之类的 牛堵被做工细致而繁杂 在正式纺织之前 有压棉花 搓棉条 主棉线 林苍 因濒临 蓝苍江而得名 它的两大山系 邦马山和老别山 都属于横断山 怒山山脉 向南部延伸的枝脉 我们远方的家百山百川行设置组 这一次将行走的邦马山 位于林苍双江县和耿马县的交界处 它由北至南 落集于林苍南部的小黑江 小黑江是双江县与蓝苍县的分界江 两岸自古以来 就是布朗族瓦族拉护族居住的区域 位于小黑江北岸的邦兵乡 更是布朗族人的千年故乡 设置组行走邦马山的第一站 就是前往双江渡口西北方向的邦兵乡 邦兵乡距离双江渡口86公里 很多路段以前十分狭窄 只能步行 县里组织沿途居民走山脱路 终于在2012年 让汽车也能开进了邦兵乡 山壁上 现在还看得见开路留下的清晰遭痕 经过两个小时的车程 设置组来到了邦兵乡南邪村 我们设置组一行驱车在盘山公路上绕了差不多